快来啦 去去跳吧 快来啦 起来啦 快来啦 快再快一起玩 来到去跳吧 在この世界里面 有许多迦路 你去游戏 长的角度 就像快乐天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来吧 大声嗨嗨嗨 大声嗨嗨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晚上的时候 妈妈跟爸爸说 儿子 爹 我今天工作特别多 我得开个夜车 儿子听见了 就跟妈妈说 妈妈 我想跟你一起开夜车 每次讲笑话的时候 总觉得大朋友能理解 小朋友不一定能明白 因为这都是关于小朋友的笑话 总之在我们的节目里 希望大朋友和小朋友都能够获得快乐 好了 学话少说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亲子游戏 宝宝 爬 爬 爬 宝宝 爬 爬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参加这个游戏的几位小宝宝 一号宝宝是奶牛宝宝 欢迎你 二号小蜜蜂宝宝 三号蓝鸟宝宝 欢迎你 四号小西瓜宝宝 五号小豹子宝宝 最后一位是条虫宝宝 好 认识了小宝宝之后 赶紧介绍一下我们宝宝爬爬爬的这个比赛规则 今天的比赛我们要进行两轮 所以第一轮我们是一个淘汰赛 我们要去前三名 当月亮姐姐说开始的时候 宝宝就要从妈妈的身边出发 然后去找爸爸 然后找完爸爸之后 再要折板回来去找妈妈 最先回到妈妈身边的前三名的宝宝 就进入到我们下一轮的月障碍的比赛了 好 第一轮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小宝宝们准备 我们看看谁会是前三名爬的最快的宝宝呢 预备 开始 快去找爸爸 奶牛宝宝最先开始爬 紧接着是西瓜宝宝 奶牛宝宝突然发现了西瓜宝宝 然后就停住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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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有参加这个游戏的宝宝呢 都是九个月 十个月 十一个月和十二个月大小的宝宝 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宝宝呢 已经开始学会了爬行 而且呢 它们的体重的增加已经没有那么那么的明显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宝宝对它四肢的锻炼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冠军马上就要产生了 但是它突然坐在中间要歇会儿 也许冠军就是奶牛宝宝了 西瓜宝宝加油啊 西瓜宝宝 快 快找妈妈 好 好 最先回到起点的就是我们的奶牛宝宝 第一名 祝贺奶牛宝宝 接下来我们要观察一下 小西瓜能换成第二名 但第三名实时不能产生了 我们的小豹子宝宝 条虫宝宝 基本上在妈妈身边不动啊 宝宝爬错包厢了 去找妈妈 快找妈妈 宝宝 快找妈妈 必须得吸引注意力 喜欢我呀 来 快来 小西瓜 快来 第二名产生了是西瓜宝宝 太好了 究竟第三名会是谁呢 再来快找爸爸 好 小蓝鸟宝宝现在来找爸爸了 但是我感觉好像他找错了爸爸 小蜜蜂宝宝现在也不错啊 蓝鸟宝宝快去找妈妈 第三名产生了 就是我们的小蓝鸟石头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轮比赛的前三名 小奶牛宝宝 小西瓜宝宝 还有我们的小蓝鸟宝宝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第二轮的比赛了 宝宝爬爬爬爬 第二轮翻山坡的游戏就要开始了 爸爸妈妈分别要用自己的身体呢 变成小山坡 一共要给宝宝制造五个小山坡 看看哪个宝宝最先到达了这个终点 哪个宝宝就是今天最棒的宝宝了 准备好 预备 开始 第一个山坡是爸爸的肚子 爬过去 好 然后妈妈呢要过去 再躺下 然后 爸爸要帮着宝宝找方向 好的 然后妈妈继续帮着宝宝找好方向 交替进行 这山坡当得容易嘛 但是全家人能有这样的经历 是个这么美好的回忆 看宝宝没乐 爸妈妈自己乐得够呛 好 加油 现在这个西瓜家庭好像和那个奶牛家庭差不多这个速度啊 好 小奶牛好棒啊 好了 妈妈现在是最后一个山坡了啊 好嘞 看看西瓜跟奶牛 谁最先到达终点 小奶牛也要坚持 奶牛 奶牛 爸爸只是加一个眼镜来吸引他 好 最先到达终点的 翻越五个山坡的是西瓜宝宝 奶牛宝宝加油啊 好 宝宝快爬到那边去 好 奶牛第二 小奶牛第三 宝宝爬爬爬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们的光鸭寂静也已经产生了 今天我们的小奶牛宝宝 是我们的季军 祝贺你 有挂上了小奖牌 我们的小奶牛宝宝是我们的亚军 祝贺你 我们的冠军就是 哎呀 都抢我的话筒啊 西瓜宝宝 冠军 好厉害 每个小朋友呢 我们都送给他了七小板的经验奖牌 还有我们的小礼物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可爱的小朋友 和他们的爸爸妈妈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玩第二个亲子游戏 小猴子运椰子 小鱼儿四岁狼 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朋友 模仿能力强 平时喜欢唱歌跳舞画画 鱼儿喜欢看书 并想着自己有一分可以变成一个小丰主 喜欢嫁妻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旅游 牛尿三岁半了 是一个充满活泼的小男孩 平时爱看动画家 尤其是黑猫警长 喜欢模仿黑猫警长抓坏人 最喜欢听爸爸妈妈讲故事 让我们掌声有请参加这个亲子游戏的 小鱼儿一家跟牛尿小朋友一家 欢迎你们 哎呀太可爱了 这边是蓝色的猴子 这边是棕色的猴子 还有两只小猴子 我现在的小鱼儿好吗 月亮姐姐知道你特别喜欢公主 对吗 对 你都喜欢什么样的公主啊 我喜欢小美人鱼的公主 哦真的啊 那我知道你不光喜欢公主 你还会唱公主的歌呢是吗 两个小娃娃 想唱一个两个小娃娃 大点声给我们唱好不好 来 预备 开始 两颗小娃娃呀 正在打点花呀 喂喂喂 我在 你在哪里呀 哎 我在幼儿园 真好 小声送给我们的小公主 小鱼儿啊 看得真好啊 接下来我们来问问 妞妞 来 妞妞 听说平时你在家特别特别喜欢跟爸爸妈妈聊天 我跟爸爸妈妈聊幼儿园的事 那你都把什么事跟他们讲啊 我在幼儿园玩什么了 跟幼儿园哪个小朋友玩 那听说你这嘴皮子特别溜 你知道什么是绕口链吗 找个买醋 嗯 这是什么绕口链 我们听听 来一拜 开始 有个小孩叫小豆 上街去买重合布 回头看这鹰抓肚 放下布 喝下处 上街去约鹰饿肚 飞为鹰跑了 肚杀了 就飞了布 怎么你说 这个药口链我都饿了呢 还觉得有点酸 因为我好像感觉到吃了醋 好 谢谢妞妞 认识了妞妞和小鱼儿 接下来她们要一起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 名字叫做小猴子的勇敢军队 小猴子的勇敢军队 进的进的打 红枪鼻孔 唱着鱼巴拉拉拉拉拉拉 唱着大吉克 生肖哈哈哈哈哈哈 嘿哟 嘿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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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天兵 嘿溜溜 两只天兵 嘿溜溜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放着一把头黑乌乃真快乐 小猴子与捏子的游戏就要开始了 哎呀 天气真是太热了 小猴子一家呢 很想喝椰汁 所以他们来到了海边 要一起来运椰子 猴妈妈呢 要往转筒里面放两个椰子 爸爸跟宝宝要同时在转筒当中 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个转筒旋转起来 要把椰子从起点运到终点 依次往返 我们要看在规定的时间当中 哪家运的椰子最多 哪家就可以喝到更多的椰汁了 现在猴爸爸跟猴宝宝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猴妈妈赶紧放两个椰子 预备 开始 哇 海面波涛汹涌啊 小猴子家的椰子已经掉出来一个了 将其每次都能够成功地运过去 哇 在大海上航行啊 容易吗 哎呀 小心啊 椰子一定要放对地方啊 不然就白晕了 全都掉出来了 白晕了 再来哟 这个游戏当中呢 锻炼这个小朋友和爸爸的身体的协调能力 爸爸在这个整个的运动过程当中呢 要抱着自己的孩子 同时还要保护好椰子 爸爸容易去做点 好 好嘞 但是争取把这个位置 哎 对和这个方向给他们调整好啊 主要的方向其实靠这个小猴子爸爸 但是呢 这个宝宝也会在这个翻滚的过程当中呢 体会到这个真正亲子游戏的感觉啊 非常好 在牛牛一家运的也很不错啊 那小鱼一家呢 也很好 现在小鱼的妈妈又放了两个椰子 爸爸呢 现在是抱着宝宝 哎呀 好 来回翻滚 不断前行 哎呀 不知道他们这艘船运过去 等他们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晕船啊 好 从路途中间掉下来的椰子就不能算了啊 我们听到这个猴子爸爸还在里面说 哎呦 还挺好玩的 我估计我出来他们就晕了 还有最后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哎呦 哎呦 好多角红了都掉出来了 哎呦 容易吗 来 把这两个椰子放回去 这个算啊 牛牛这个算 好 哎呦 来 我先问问两个宝宝啊 好玩不好玩 好玩 为什么好玩啊 因为 因为运 运椰子太快了 太快了 嗯 我们来问问这个牛牛的爸爸 我看你运的时候你老把椰子给掉下来啊 练的时候椰子往处掉吗 也掉 现在今天这表现最好的一次 真的要 这样我们看看你们家战绩好不好 来 我们先来看牛牛家的啊 老师赶紧告诉我们一个数量 十个 牛牛家运送的椰子是十个啊 再来看看小鱼儿一家的 十二个是吗 好的 那经过最终他们全家人的努力呢 运送椰子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小鱼儿一家 祝贺你们 他们家能有更多的椰子汁喝了哈 好嘞 全家人一起玩亲子游戏获得快乐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两家人 太可爱了 谢谢你们 接下来让我们来玩好玩的亲子游戏 新龟兔赛跑 东迷五岁 活泼开朗表达能力强 一直在小主持人班学习 喜欢和外交一起玩一起交流 最喜欢和爸爸妈妈小弟弟一起做情景游戏 霍霍五岁了 是一个活泼调皮爱唱爱跳的小男子汉 平时喜欢和姥姥到公园里看口琴队表演 霍霍哭爱火车 每次放假的时候都要和爸爸妈妈坐上火车游玩一番 让我们掌声有请东尼小朋友一家跟阔阔小朋友一家 哎呀一看呢这个就是小乌龟带着爸爸妈妈 这边呢一看就是小白兔带着爸爸妈妈 我现在的小乌龟动尼来就来吧还给我带了钱呢 这是我的道具 道具啊这十块钱能干嘛呀 我可以讲一个笑话吗 我可以讲笑话讲吧 从前有一个外国人到北京来 坐上了北京的公交汽车 拿出一个十块钱对售票员说 见过吗你见过吗 售票员说我十块钱我怎么没见过 我一百块钱我都见过 外国人继续说见过吗你见过吗 抽票员说我都告诉你啦 我一百块钱我都见过 那个外国人终于用普通话说 我要去见国门 讲话普通话多么的重要啊 接过吗接过吗 好了我们这小朋友讲了一个特别好玩的笑话 真不错啊 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 可可 可可你会什么呀 会唱歌 会唱什么歌 小燕子 小燕子 好声音乐 好声音那么红亮啊 太棒了 好马上进入新主游戏 新龟兔赛跑 新龟兔赛跑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小兔子跟小乌龟一家呢 要比一比 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 谁家获得的棋子最多呢 那棋子怎么拿呢 这一路啊 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们要钻过山洞 越过障碍 爬上小山坡 拿到棋子 再插回自家的棋架上 小兔子一家呢 是蹦蹦跳跳跳跃进行的 小乌龟一家是慢慢的要爬过去的 所以小兔子家庭的每一位成员呢 一次只能拿一面小旗子 那小乌龟家庭的成员呢 一次可以拿三面小旗子 比赛规则就是这样 接下来请大家做好准备 我们仍然是接力赛 预备 开始 加油 加油 慢慢爬到小乌龟 可以跟跳跃的小兔子 好 小兔子的速度一定要快啊 好嘞 好 就是爸爸已经拿到了一面棋子 然后要越过障碍 钻过山洞 把棋子带回家 乌龟爸爸一次可以拿三面棋子啊 小兔子的速度好快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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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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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拿着小旗子 哎呦 乌龟爸爸终于爬回家了 好 小乌龟现在可以出发了 好嘞 小兔子回家了 快 乌龟妈妈现在可以出发了啊 小兔子一家呢 动作是比较的轻盈的 因为它们是碰碰跳跳的 那小乌龟一家呢 动作虽然缓慢 但是一次可以拿三面小旗子 哎呀 我们要错车了 好嘞 快快 快接着爬 在这个游戏当中呢 锻炼小朋友们的手眼的协调能力 以及它们的弹跳能力和平衡能力 五岁多的小朋友呢 身体的发育呢 尤其是运动的发育呢 已经很完善了 所以它们无论是跑 跳 抓 拿 卧 爬 都会掌握得非常非常的好了 所以这个游戏呢 看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对于五岁的小朋友来说呢 就能够对它们的体能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锻炼 哎呀 哎呀 好吧 小乌龟让一下了 小乌龟真是个好的小乌龟 啊 懂得天亮 乌龟快爬回来 快快爬 快爬 好嘞 妈妈可以出发了 哎呦 慢一点 顽强的小兔子 好嘞 好嘞 小乌龟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回来了 来 赶紧数数看 酒面 你们家是酒面 酒面 也是酒面 好厉害呀 最后的结果是让大家都非常非常开心的 一轮的龟兔赛跑的比赛结果就是 小兔子跟小乌龟一家是并列冠军 祝贺你们 我爱起小饭 亲子走动员宝贝乐翻天 欢迎大家回到青少版的演播现场 马上我们要进行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亲子游戏了 名字叫做清凉饮料 圆圆三岁半 是一个活泼开朗有自信的小女孩 爱唱歌 喜欢甜色游戏 喜欢描画汉字 最喜欢吃肉浇面和舒坦沙拉 油油三岁半了 是一个爱学习爱思考 聪明大方的小男孩 平时喜欢看故事书 读英语绘本 看各种地图 最喜欢的事情 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旅游 让我们掌声有请参加这个亲子游戏的 圆圆小朋友一家 跟游游小朋友一家 欢迎你们 哎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家的爸爸特别有特点 这是圆圆的大坝 原来圆圆的大坝是一个西瓜汁 请问你好喝吗 相当甜 而且还是非常有磁性的声音 相当甜 圆圆你大坝甜不甜呢 甜 那你今天带什么来了 带帮公主的 拉外梳子 公主的梳子好漂亮啊 可以梳头发的是吗 她在拖头发的 还带来了两个公主是吗 她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两个公主是谁呀 这是白水 这是奥罗拉 奥罗拉公主 我忘记都认识啊 好 来认识了可爱的圆圆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游游 哎呀 给大家介绍一下 游游这个小朋友特别了不起 可厉害了 地图上的这国家都认识 带来地图了吗 先找找 我们中国在哪儿 澳大利亚 巴基斯坦 哎呀 美国 塔吉克斯坦 这么难的地儿找得着吗 哎呀 哎呀 真好 大家知道吗 她还对于中国的历史朝代特别的清楚 你都知道哪哪些朝代呀 你说说 尤顺宇 夏商周 春秋战国 暖悠悠 秦汉方国 敬孔一 南朝北朝 杰瑶朝 随唐五代 幼石国 宋元明清 帝王修 我天哪 太厉害了 好 马上进入清洗游戏 清凉饮料 清凉饮料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夏天到了 让我们赶紧喝点冰镇的果汁 来解解课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悠悠跟元月两个小朋友来帮忙了 我们可以看到爸爸已经办成了这个饮料瓶 这个饮料一个是西瓜汁 一个是苹果汁 那西瓜汁的肚子想变得凉一点 所以元月呢要给爸爸的肚子里投资的是冰块 那这个苹果汁想 我还有那么多的水果兄弟呢 让他们都到我的肚子里来吧 所以悠悠要把各种各样的水果呢 扔到爸爸的这个饮料瓶子里面去 好不好 好 我们要看规定的时间 谁家往爸爸的这个饮料桶里面装的东西最多 谁家就获胜了 好 预备 开始 宝宝宝 你这也离得太远了 在这个游戏当中呢是锻炼我们小朋友的投掷能力和臂力啊 爸爸的脚是不让动的 但是我觉得爸爸的身体可以再歪一点 尤其是苹果汁爸爸 你可以稍微往前蹭一点点 对了 好嘞 苹果汁爸爸再堆下来一点 对 这个游戏呢快乐的是宝宝 痛苦的是爸爸 哎呀 太好了 终于有一个了 那边也有一个冰块了 这边终于有一个水果了 哎呀 这个准确度还得高一点 而且小朋友在投掷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可以感受一下 到底是靠着扔比较准呢 还是直接这么从上往下 往高一点宝贝 往高往远 往高往远 苹果汁爸爸可以再往前一点 好 蹲下 苹果汁爸爸可以蹲下吗 对 蹲下来一点可能更好 哎呀 往前轻一点又蹲不下去了 爸爸这个姿势可太难拿了 好嘞 终于往里面扔了一个 这是土豆吧 哎呀 看来这不光是水果汁了 这是蔬菜汁啊 悠悠 悠悠加油 悠悠加油 好嘞 哎呀 葡萄都放了大了嘴里了 真不错 好 还有草莓 加油 好嘞 悠悠好棒啊 好 在投掷的过程当中呢 小朋友可以对于这个方向 也有一定的这个辨别啊 好嘞 还是挺追求完美的一个小男孩 还要放进去 加油 好嘞 苹果汁爸爸都已经给儿子开始鼓掌了 我们再来看看 好嘞 又扔了一个冰块 好好 爸爸 哎呀西瓜汁爸爸好聪明啊 五 四 三 二 一 来 请苹果汁爸爸站这边 我们来看看西瓜汁爸爸肚子里有多少个冰块啊 来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共就八个大冰块啊 我们再来看看苹果汁爸爸里面有多少的水果 来 低一点啊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还有在肚子里的 还有肚子的救 是 还有直接已经进肚子的啊 十个 按照数量上来说呢 获胜的就是我们的游游小朋友一家 祝贺你们 同时我们呢 圆圆小朋友一家表现也特别特别的好 我们也把这掌声送给圆圆 我爱骑小饭 礼物塔上礼物桌 这些礼物都是给今天参加游戏的小朋友准备的 瞧 有小汽车的小鞋架 还有花园宝宝的各种大礼包 毛绒玩具 小朋友喜欢看的图书 等等等等 那今天这些小朋友们拿到礼物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把这些亲子家庭再一次请上场 要选礼物啦 这样吧 先让悠悠来选好不好 好 来 看 看哪个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哪个礼物就不知道 我看看 你看看 这个是吗 好的 亲切 来吧 喜欢了就亲一口了 宝贝 要哪个 要这个 飞飞鱼 好嘞 该你啦 牛牛 快 快选一 哪个 我的汽车早就看人家小汽车了 好嘞 真棒 你呢宝贝 公主的 公主的 快找你 公主在哪呢 最大的这个你可真会选 来 抱得动吧 好嘞 真棒 这个公主被你带回家了 哦 该你啦 对 对 你看 对 看看 拳拳 加弄鸡 好嘞 小朋友的眼光就是跟大女孩一样 很小的女孩都能被发现了 该你了宝贝 我想要小火车 小火车在哪呢 快让爸爸带你选一遍 哪有小火车呀 哦 这儿呢 丁丁车呀 啊 好嘞 哎呀 小朋友都选到了自己最满意的礼物哈 我问了小朋友和爸爸妈妈 你们今天开不开心啊 拿到玩具高不高兴啊 那么大的玩具沉不沉啊 不沉啊 哎呀 真不客气啊 不过只要大家开心 我们七小板的每一个工作人就会觉得特别的幸福 也谢谢你们今天的精彩表现 或者今天现场的小朋友也都获得了我们的礼物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你们 谢谢你们 好 我们期待这一期前有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能够带着您家的宝宝 赶紧报名参加我们的七小板节目当中 亲子总动员 宝贝乐翻天 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